大家看这一款车好看不好看 这是今天给洛阳粉丝提的军阅艾维亚先行行的 这个车官方指导价是265,800 优惠5万多一点 搭载的是2.0T发动机 匹配9AT变速箱 看一下这个标识艾维亚 让大家看一下内饰 内饰采用的是米色内饰 我看这是挺大气的 你看这个做工 还有这个门 这都是软的 这都是皮的 这个车是BOSS音响 音响效果特别好 再看一下后排空间 这是它这个中控台的设计 具体配置都不介绍了 反正都是那一套 不过这个后排空间还是非常大 然后全景填充 它这个后座的座椅也写着这个艾维亚 这都是透气网格的 做工不错 车真的是非常的大 包括后排空间 以及它的这个内饰的一个做工 大家都说别克的车新上市的车款不能买 就等着优惠 有说新车是割酒菜 这一款车前段时间我给客户已经提了一台了 在我以前的视频也发过 但是呢 因为由于最近芯片的问题 就是大部分车型都涨价了 其中也包括这一台 上一个车 提的都比这个车要便宜几千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车 就是永远优惠的 不可能不涨价 对不对 你像以前有了解过别克J28的这一款车型 都知道那个路上公务仓现在是有优惠的 优惠率都大概一万多 最高能到达两万 现在也就是一万多 你像那个其他版本的 ES版本的 包括这个艾维亚版本的 全部都是加钱你才能买到 不加钱等优惠 你别说割酒菜了 你等几年你也买不到 因为J28这一款车型在商务车里面 是属于老大级别的 本田 奥德赛 爱里申和他都不能比 更不用说其他的车型了 交过来没包钱 没有 这也一死 大力储蓄底 好 漂亮了 这边下边的鞋了 那拉几过吧 还有鞋鞭 鞋鞭一节就好了 刚刚把保护膜给接了 现在看着更加的大气 沉稳 如果说你有二十多万 你会买它吗 吸管 你需要 我挺好的 扣子 鞋鞭 对 加油 遇上的眼泪 青转 行 来 把链板贴上吧 把链板贴上 还没有太重 是 对 踩个这 好了兄弟们 现在我们准备去加油站加油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